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是大圣 因为这两天上风卡住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 我看我自己的录播 然后开始总结我失败的 这个惨痛的经验教训 来看看这个主播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就上不去呢 因为我已经感觉到 就是无论是哪个英雄 我这个技能熟练度上来说 我觉得没有到巅峰 但是我觉得90分的操作程度 每个英雄都有 那为什么一直赢不了 那肯定就是一些细节 存在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只看每一盘的这个败局 然后去自己给自己当教练 因为这么一想做这个视频 其实因为我现在已经下播 我开始自己开了个word文档 自己总结了 所以说我就边做笔记边分析 我真是要是考大学的时候 有这么认真就好了 我真的服了自己吧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特别想自己分析自己 那就从第一把书的开始看 就是最近都在打录播嘛 首先是这个阵容 阵容方面就是1786分 你现在来看 我本来是准备吐槽 我分析一下 我是阵容上面 我选的不太对 我作为先手位 我选的不太对 还是怎么样 后来我发现 我们这个阵容 其实已经挺完美的 基本上都是强势英雄 你往后面打 应该是有优势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输了 那我就来看一看 怪你个鬼 怪怪怪怪怪 怪个鬼怪怪 还是他加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看 就是这个人 平常嘻嘻哈哈 打比赛的事 打丁风赛又不好 好看 小弹下机 我给他说一下 从小细节来看 这个主播 他总结了一下 按普通攻击来位移 这是一般来说 这个高端不知火舞都会用的 就是需要把方向键停下来 然后按普通攻击 就可以往前方翻滚两次 相当于一个大产线 那我们就不用看太细节了 因为脑海里面 大概对这个战局是有印象的 我们直接看第一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 是不是 第一个关键点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这一波的话 这一波OK 二技能打到 上调 回推 目前来说操作都没有问题 一选拿到了 我们应该是一个优势 是一个优势呢 你看一下 现在对面的打野应该是在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我鼠标 应该看得到 鼠标 也就是 他们是红开 所以他们在蓝buff这里 其实都应该分析了 结果不是在 怎么在上路 好吧 我这个分析错了 一开始没忘记了 然后你到这里来看 他们应该是蓝开 然后打红 打红 然后反过来刷这个 我二技能也抢到这个小野怪 理论上来讲 已经非常大的优势了 对面的那个悬测 对面到四级的 我们这边特别大优势 然后还把暴君给拿了 你看到没 拿了个人头 拿了个暴君 拿了个野怪 他们按理说 他们那个打野已经 已经小崩了 对吧 好 然后 第一个转折点就到了 转折点到了 我在这边开大招 浪了一波 浪了一波 其实我们都应该知道 对面的这个蓝buff 应该差不多刷好了嘛 所以悬测应该去拿蓝了 拿完蓝 地图上没有人 我在这里瞎搞 一翻滚 趴击 被蹲到了 然后这一把就血炸了 然后我的队友刚好 也莫名其妙的都来了 全部来了 他们四个人抱团 我们葫芦娃救爷爷 一波把自己全部救炸了 然后后面就可以快放了 从这里开始 就是我浪了一波 我的队友也开始上头了 然后就后面 一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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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快进给大家看吧 然后很多该分析的点 就是你那一波打完后 基本上就是 没有伤害 因为我们不知火舞 根本就打不了逆风 逆风开起来 就是我打人也不痛 往后面打一直崩 然后我们就看到后面吧 所以说我在这里拿笔记 稍微记录了一下 记录了一下 就是个开局 我们拿了暴君是优势 优势到这一波 我中路浪了一波 然后直接大崩盘 然后我笔记稍微写了一点 写了一点就是 我自己玩了中路后 我不看地图 我没有时刻去分析 对面打野的位置 然后中路浪了一波 带着我的队友 葫芦娃界尔 一波 然后一个1-5 然后这一盘就崩了 这就是血一般的教训 所以说 我希望我自己下一次打中路 拿到优势后 真的是 还是要像打野一样 去多分析地图 好吧 然后到了后面一局 到了后面一局 我是不是太认真了 我自己说自己 怎么可以这么认真 没办法 我是自己的教练 好吧 我大学的时候 我高中的时候吧 我好像打DOTA的时候 我就 很认真的补兵 可以补一个小时 打英雄联盟的时候 补兵也可以补一个小时 我真是一个 润爱游戏的好少年呢 我这种人就 就就就适合打职业 你知道吗 你要是给我个十岁 我真的是重返职业赛场 气死我了 好吧 这不知火舞就分析完了 看下一局 这一把韩信 这一把韩信开局 就是阵容上来说 看阵容 阵容上来说 你也不能说好 也不能说差 马马虎虎 你看对面有一个扁鹊 这个扁鹊 你一看就是不是很热门 应该是能玩的 照云单边也没有问题 你看他们那边 那个鹿鹿很强势 但我们这边也有张良什么的 是不是 这种上面 半斤八雷 还好 这里选择红开 红开没有问题 因为暴君在上面 所以我们红开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往后面看 看第一个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 是对面的赵云 他非常聪明 赵云非常聪明 他是第一级 他就开始去拿这个蓝buff 他直接越过我们所有人 去拿蓝buff 因为没有队友帮看一眼 然后刚好下路也爆发一血了 我们是一个被动开局 然后因为这个赵云 赵云在看这个蓝 然后这个孙策刚好二级 过来包一波 理所应当 把这个后面的赵云杀了 我们一换一 局面上不是很亏 对不对 好 问题不大 好 我把它调到了 调到了后面 把它闪现逼出来了 就没后续了 这一波也算正常 然后现在我把它中路兵线 稍微蹭一下 蹭一下 然后去拿自己的野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猜到 他们对面的打野肯定是蓝开 蓝开 然后上路刷 刚好这一波 鸟到四级了 这种时间点我们要去记 就你看我说的话 我应该会记一下这些东西 然后你 这个时候你刷野怪 就没必要看野怪 看这么认真 我们应该去不停的看小地图 他们现在就往这边走 对吧 往这边走 然后这一波遭遇了 确定要打了 4级 对 好 到这里还没有问题 我这个 我自己知道 纳克鲁鲁到四级 我不想打 对 现在没有问题 这个主播还是能知道 自己能打不能打的 好 到这一波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纳克鲁鲁空了 反手过去 没拦了 挨了一下 杀了一个 这个时候如果秒速买 买这个打野刀 说不定A两下 这个牛膜也能死 这个主播还比较自觉 他也知道自己应该早点买装备 好 这一刻你看到没 这一刻明明就是 孙策在过去帮我看这个 蓝buff 他们打了没打 然后这个 纳克鲁在打蓝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没有任何措施 我没有去分析 我应该下一波再怎么开 对不对 他们在打蓝 那他是顺着刷 下路又死了 很理所当然 然后我这个时候 我选择的是什么 我选择是蓝开 我出来后 我选择打蓝 打蓝往后 后面剧情是怎样发展 好 你看这一波 这一波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没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节奏点 就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我明明知道他们在这边 优势在打蓝 然后我们看一下 纳克鲁是身上有什么东西 看不看得到 你看小地图也不看 这个主播真的是问题很大 他顶了出去 你看这一波其实救不到了 四人一起出来了 但问题是有一种可能啊 有一种可能怎么打呢 我们知道我们节奏 已经落下这个纳克鲁一拍了 对吧 这落下这个纳克鲁一拍 这还顺着刷 你是怎么拯救节奏 对不对 所以说我这 总结下来 我就感觉 对不对 这一波 我就应该直接拿完蓝拿红 然后直接不要刷小野怪 然后去中路看一看 有没有情况 对不对 我中路看一波 我看一波 如果队友都死了的话 就比如说这里 我刚才是直接 回家蓝开 然后红开 我不想落下节奏 然后我这个时候 应该能赶到 然后我发现 孙侧 孙侧船就断了嘛 因为我不在 然后这个时候 我还在刷 还在刷 然后又游离了 那这个时候 我选择是对的 因为我知道对面 可能去打这个蓝buff了 所以我想打暴军 结果暴军打到一半 别人又到齐了 我现在所有的节奏 都被别人牵着走 好 打到这一波 你看这一波怎么能打 根本就打不了 我们这边完全就没有伤害 别人一个大招 这一波我们血炸 你懂我意思吧 你看 这两波断送了我自己的命运 你孙侧开大招 孙侧开大招过来 又不能干嘛了 所以说这一波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别人过来 他们要拿这个暴军 别人拿暴军 你直接往下路给压力 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烈士局 别人要拿暴军 你就往下路走 看他们把这个花木兰抓一波呀 对不对 你看 然后我在中路耗子 我们所有人伤害的不够 我在中路耗子 没有任何意义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说我给自己总结了一下 这波明明烈士了 打不过 还要淘铁 非要去打 别人拿暴军 我们直接拿下路 不就 不就也许有机会了吗 对不对 虽然下路一直被单杀 但你往下路走 说不定 打了个时间差 能把这个下路台给拿了 还能挽回一波烈士呢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很烦 然后你看后面的局面 后面的局面 还好 这个鱼鸡救了一点场 救了一点场 然后你们此刻 此刻别人没打暴军 他们那边中路打赢了 也没拿暴军 然后我想一下 他在干嘛 他说想推塔 这个时候别人都去中路了 这个鱼 好 这个塔我们是不是能拿 那应该是这一波是对的 我们最起码把这个塔给拿了 塔拿了 别人又过来了 然后我说不打 能不能打到底 好 这一波 暗示能打 挑到了 惩戒 被别人惩了 又打不了了 攻击目标完全不一样 这边 刷了他一刀 上挑 给了个大招 纳克鲁鲁绕了回来 我对着一个花木兰 开中间的给大招 也还行 一换二 还行还行 好吧 这也不能太责怪这个主播 他这个想法是对的 对不对 把人头让给了这个鱼 还行 好 现在顺侧开船过来了 扔歪了 我在赶 对手 纳克鲁鲁了 还能不能打 我选择是直接拦开了 拦开 你看我这一波 我会去干嘛 想去上路 你看这个时间点 我去上路 我感觉好像 我自己什么事都没有做 把银功 是想要这个塔的 上挑了 给了个大招 开死了 其实意义不大 你看这一波 我要断送自己的命运了 讲道理 我就为了这个人头 我为了这个人头 我刚拿完蓝 对不对 我刚拿完蓝 我为了这个人头 去把我的蓝buff送 蓝buff一送 对于韩信来说意味着什么 好久不能刷野怪 这一波 你看 自己家野区 这个暴君 线上这么多资源 我非要把自己蓝给送了 中了蓝 没 节奏 所以说 这种局面下 你有蓝buff 你一定是 刷 是不是 我就应该刷 拿暴君 拿资源 然后继续压下路 结果我这一波 雪伤 好不好 我截了个图 送了蓝 节奏没 我有的时候死了一次 真的是很影响节奏 但是我在直播的时候 我没有去care这个点 想当然了 就拿了蓝 像这种时候 你装备好 刷这些野怪 就到这个时间点 你刷这些野怪 快得要死 结果不刷 飞下去送 菜鸡主播 真的烦 然后这一边 后面就没有必要看了吧 你这两波大节奏 一死完 几乎是没后续了 然后这个自己的 Muff开始被疯狂入侵了 想拿蓝就再蓝了 你本来拿了个蓝 还能玩 你现在再拿蓝 都有压力 因为外塔全部没有了 别人就可以直接入侵过来 现在防御塔 都因为自己前两波 浪啊浪的 整个野区真空的了 就队友不能第一时间来支援 就怪自己了 后面你就开始单带 单带被别人抓了 没后续了 这把应该就这样结束了 很难受 所以通过这两把来说 我们问题还是很大 一个中路浪飞起 带来一波队友的节奏 一个韩信 拿了个蓝 非要去阅塔强收 打着 我们看下一局 我就记个笔记 记个笔记 握了文档 我下次我看这个图 我就知道什么意思 现在是玩安琪拉 这把就不说了 安琪拉这把 莫名其妙的队友生气了 队友生气了 他不想玩 没办法 这里貂蟬好像赢了吧 我记得 貂蟬是赢的 那我不用看赢的 赢的一般都是 正常 赢是常态 说明我没怎么浪 或是我浪了 我队友把这个浪的损失 给救回来了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 carry位 就不能就每一盘 抱着MVP的心态去玩 对吧 对吧 看数据 前期都是顺的 后期怎么就炸了呢 最后还是赢了 那顺了就不说了 那我前期节奏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看前期人头是对的 这个牛好像也赢了 后面一直在赢 这一把分策 这把分策有必要输 这把分策我是赢了 输了 我们现在只看输了 总结失败 安排得明明白白 你看 我都已经打着一个 要哭泣的脸 所以说我这把单边孙策 一定有很大问题 我看一眼 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呢 我上一把是赢了还是输了 现在是这个分 带着晕眩 其实这一波你看下来后 我们每次应该好好去分析阵容 我先截一张图 方便我以后好好理解 这个图 让我就有印象 这个图 我们乍一看 你说前期 就是一般高端局 你看前期能不能入侵 就看阵容 这个阵容能不能入侵呢 他们 裴青虎一般都是 会入侵的 好吧 他会入侵我们这边 前面打不打得过 前面应该说打得过 也不会太伤 你都在帮他蹲 但一般别人都难堪 然后他们蹲了一手中路 把中路闪现给逼出来了 你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再上了 你后面怎么打怎么亏 我还非要去浪 打飞了 两个眩晕重叠了 这个悬侧没有过来 也挺伤 就是悬侧没有过来 我们为什么要去浪费这个技能呢 非要做死 这边你看 然后对面的达摩 亲了兵后 强行过来 入侵也去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控制嘛 你指望那个悬侧勾 勾到了别人不一定死 别人交个闪现 怎么都能活 好 一技能上去 卡他位置 给我伤害依旧不够 悬侧没有过来 我再等一技能下去 这里操作都没有问题 就是人家死不了而已 而现在悬侧又 悬侧你看 悬侧这个野区 这个蓝buff不知道是不是被抢了 然后他们一直追 不知道追死没有 还行 追死了 那理论上我们这边是优势 我们是优势 我在这里 别人是有残血的 你看这一波 我又把自己给玩没了 又不去分析 对不对 这种时间点一定要注意啊 这种什么一分五十秒啊 一分三十秒 这种时间点 人家刷完所有的东西 过来四级抓一波 结果我在这里浪 上路出了医血 上路自己出了医血 难道不会注意 自己会不会出医血吗 你一般看到这个上路 被抓了 我还欣喜若狂 这有什么好想的呢 是不是 那所有人 就是你这个上路 这个位置抓了这么久 对吧 上路这个位置 抓了这么久 抓了这么久 又没人去 又没人过来支援 那肯定是往下路走了呀 这都分析不出来吗 这是傻子 主播 是吧 上路医血 诞生这么久 那人家肯 人家又没过去闹逃 那肯定抓下路了 结果我还是下路浪 上路出医血 好好想想自己 对吧 上路出医血 好好想想自己 傻子 把这个记下来 哎 就一看 这就死了吗 惨痛的教训 你看我一死 这倒是不是就有点小崩了 过去眩晕 给了两套 这一波支援好像还行吧 将功补过吗 这是属于 行不行啊 孙策 开了个船 撞 撞飞 眩晕 二连 还行 咱抓了是被抓了 但这个开船连招 好像没太大问题 拿了个暴君 李律山你不就又输了吗 那你最后为什么又输了呢 问题很大呀 这个人 拿了暴君 二比一 不是应该有机会的吗 是怎么又把自己玩脱了呢 让我们看一看 他是怎么把自己浪输的 开了个船扔过去了 又砸死了一个 把这边过去 我把下路把兵器清完了后 我开船过去支援 没有问题到这里 开了个船往这边 扔了过去 直接砸死了个牛膜 后面二技能减速 二技能减速 二技能减速 在捶他 还在捶 这边一直在输出 哎 顺利还在一下 死了 漂亮 还能打吗 暴击了 算了 打不了了 结果下路就直接 没有了 这一波来说 零换四 他们下路塔换掉 问题不是很大 可以接受这个局面 是不是 零换四 我们去支援了一波 没有什么问题 好 结果这边 怎么打 承接了一手 还在拉 这边 闪现走了 哎 可惜了 问题不大 好 还在追 这里 我过去了 我有大招 一技能封了个位置 开了个船 直接扔 而且把他杀了 哎 你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主播 其实还可以啊 本来前面菜了一波 怎么感觉 嗯 一说 好像这盘 玩的每一什么问题 要是怎么就输了呢 我啊 好 往这边看 一锤 起飞 举高高 二技能 疯狂输出 一下 锋芒毕露 有点东西 这个顺略 点个一技能 好 看这波 还能不能打 二技能一直追着砍 但是我感觉 二技能被连住了 连住了一只吸攻击力 打不了了 赶紧往后撤 讲到你一技能 位移 他这边有闪现 看一下这个达摩 这边一闪 给了一套 他没有一闪 还行 上路也在推 哎 那这把是怎么输了呢 开了个船走 什么意思 你喝 刷鸟 刷出新高度了呀 有点东西 好下路 现在下路被牵制着在 什么 我们看一眼 下路清兵 刷摩南过来了 阿摩去中路了 给了个二技能 没打死人 问题不是很大 目前来看 都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开了个船 什么意思 是准备抓这个芈月吗 这没有视野 抓得到 还是撞起来了 好 这边给了二技能 黏住了 所有人一起去抓这个芈月 芈月 还在抓 还在抓 但这一波暴军 好像还行 把这个芈月杀了 中路给了个大招 没有死掉吧 差一下完了死了 好 注意这一波牛魔 残血 怎么打都应该赢了呀 如果这个牛魔逃走了吗 张飞 有大招 吼了出来 吼了谁 看一眼 看一眼了 你看 起个尸角 这个人真是挤死了 这一脚 是什么鬼 就不能稍微再等一下吗 你这不就 瞎追吗 这什么意思 满血的人 打磨过来了 不知道走位吗 还过去 被踹了一脚 这边强行一直被输出 一步大节奏 人都死光了 你好歹 你要不就等一艘船呢 这个怪谁呢 这无话可说 没有办法 抓了个米月 这又是我带的节奏啊 看一下 本来暴君刷了的 就到这里 到这里 其实命运 命运有转折 对吧 到这里命运是有转折的 我们拿我的记录一下 明明就是六秒钟 可以有暴君了 为什么不拿暴君 非要抓上 是活在梦里吗 对不对 抓一个 有大招 有位移 失了字 六秒钟 六秒暴君刷 打暴君 拿下塔 不是很好吗 非要自己带节奏 真的是有毒 有顺策 你看 明明很大优势 气死了 你看到没 好了 现在开始雪崩了呀 撞了进去 人家那一波 所有的东西都起来了 起来 起来是什么意思 我直接大招往里面撞 虽然我是知道 这个人在里面的 但是我们这边伤害完全不够啊 法师也没有过来 我这波为什么会打呢 看一下 法师在拿篮 帮他把篮一拿 问题不是很大 结果法师去 哦 顺策 发起进攻 我们上了 法师去中路守线 那你说怪谁呢 谁都怪不了 好吧 一起帮他拿篮 汉布达 然后这两波彻底崩了 家就没了 就彻底炸了 没办法 你看 孙策这里就炸裂了呀 这就是自己浪了呀 这有优势 基本上就是被我自己给浪没了 对不对 一有优势 开始飘了 飘了认为自己都可以杀 然后队友 这种优势局队友稍微不更衣一下 或者是掉一下链子 直接没 不够稳 可以 我录了多久了 我是不是要睡觉了呀 我还分析吗 我录了半个小时了 行吗 就这样吧 好不好 大家睡觉吧 我再看一看 我还不看了 明天再录吧 整我了吗 拜拜 晚安 See you again 忘记怎么唱了 你看那个视频没 感觉做得挺好的 好了 各位拜拜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